大轰炸,回应崔勇一元质疑,终宣布出手政治天价片酬,影视产业乱象能否变天? 昨天下午,电影大轰炸,剧组召开说明会,回应最近网络上关于电影的一系列传闻,内容概括来讲为三点,剧组没有洗钱,偷税漏税,拍摄支出未超过1.5亿,演员合同签署和酬金有何合影视负责,设置组织负责设置经费的使用。 整场说明会14分钟,速战速决,有意避免滋生更多的舆论风波。 故事发展到这里,仿佛终于要迎来结局,小崔凭借一抽体合同,先是让范冰冰冯小刚等人成为众矢之地,然后引起了影射谷集体地震大轰炸成业界的公案。 最终官方重拳出击,昨晚6月27日,五大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共同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 这是不是事件的最终结局不得而知,但社交媒体上已然一片叫嚎之声,小崔胜利了。 仿佛英雄与群众齐心协力完成了一场起义,揭竿而起的原因与实际结果并不重要,重要是群众意识到手里的话语全真的可以化成高速移动的子弹,四下而上引起于情震动,击穿高额者的靶心。 而起义中被炮或攻击或波及的各方则被动作出反应,或许只有等热闹散去之后才知道这场舆论讨法之战最终留下了什么。 回溯小崔的一抽屉合同,轰炸了多少人。 对于天价片酬,阴阳合同闹出的风波,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流量的角度来回溯历史,厘清现实。 目前崔永元微博超话粉丝达到5.6万,阅读4.9亿,是微博综艺榜上的第一名。 这份数据在微博上是什么程度? 举个不恰当的标准,此前图版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101选手王菊,超话粉丝2.2万,话题选手梁超越超话粉丝6.9万。 打开崔永元的超话,一部分是网友对他的应援之声,甚至由网友以章回提小说的形式总结出了崔永元爆料的始末,一部分是网友追加的举报打假相关内容。 抄话帖子在持续更新,活跃度不低。 而话题的发酵是从今年5月崔永元发布微博挂出信息截图,实名指责冯小刚与刘振云。 本来还是一出围绕电影《手机2》的舆论口水战,崔永元与《手机1》冯小刚等的往日瓜葛又被翻晒了出来,但随着崔永元公开了范冰冰的一份一千万薪酬的劳务合同,话题的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明星八卦至多是道德审判,查阅饭后唠嗑闲聊,但行业内部咪而不宣的游戏规则一旦露出痕迹就是千亿发动全身。 《手机2》不再是风暴中心,范冰冰的劳务合同让话题从八卦上升到了明星天价片酬。 而崔永元甲马爆料的一小一大双合同,阴阳合同4天6千万和演员夫妻7.5亿阴阳合同和多分老五合同将影视行业金钱有血的遮羞不一一扯下。 天价片酬也不再是重点,重点是影视行业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乱象。 这并不是今年影视市场上的第一波风暴前有,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英雄本色2018宣发疑云但却是压垮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6月4日A股开盘,影视股集体下跌,光线、华策、唐德、斯文等公司无疑信免,作为手机二出品方的华裔兄弟更是被推到风口浪尖,市值蒸发23亿,整个影视股下跌金额超过100亿。 影视股发生的黑色星期一网友并不感兴趣,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合同本身,根据崔永元的爆料信息,网友将视线锁定在了电影《大轰炸》身上。 这部电影定档8月17日,由刘亚布罗斯、威利斯、陈伟婷、范韦等一众中外明星出演,讲述一段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历史故事。 上海和合影视投资公司快陆续公司的主要企业,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投资方之一,范冰冰作为客串业参演了该部电影。 此前范冰冰冰一千万的合作被网友认为是《大轰炸》项目签署的接下来崔永元的合同爆料,绕来绕去也躲不开这部电影。 网友根据爆料顺藤摸瓜,舆论风声虽大,但是《大轰炸》方面一直未做出具体回应。 直到6月23日,崔永元再次爆出合同指出《大轰炸》立范冰冰相关欠款达到8000万电影拍摄,花了十亿不止,合同假方为何合影视。 舆论风波在起《大轰炸》洗黑钱,偷税漏税等传言甚嚣沉沉上。 这使得《大轰炸》方面不得不做出回应,该电影执行制片人王丁声明,网络传言《大轰炸》剧组黑心洗钱,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传言有何依据,我们是影片的涉事者,钱在哪儿,怎么用的,我们非常清楚。 虽然投资房仪在宣称不缺资金,但资金的拨付完全不是按照电影设置的规律。 设置组面临的资金短缺,是整个设置过程的常态。 在基本的拍摄都经常处于艰难为戏的情况下,剧组黑心洗钱的说法自然很难成立。 在电影拍摄完成后,设置组的拍摄支出总额也绝对没有超出当初1.5亿的预算。 而这场爆料于澄清还没正式完结,官方的重拳已经抵达,无部门共置影视行业乱象。 结局是什么? 在大轰炸电影说明会几个小时之后,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联合印发通知对影视行业的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问题进行治理。 通知强调,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对电视台、影视制作机构、电影院线、互联网视听网站、敏银影视发行放映公司等平台也提出要求不得恶性竞争、哄抬价格购买播出影视节目。 官方出手让站在揭露影视行业乱象第一线的网友们觉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崔永元也发布微博表示拥护组织决定,但是自己的敌人还有盯着。 显然,官方下达通知对崔永元而言并不是结局。 官方政策下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到现实中具体而微的地方,需要实践才能知道结果。 映阳合同的出现让公众见识到了影视行业的金钱游戏,但是在娱乐圈这仿佛是一个顽疾,崔永元对媒体表示过,以映阳合同逃税,在娱乐圈非常普遍,尤其是投资大的基本上都会有,投资上亿的基本上都会有。 另一个行业顽疾是天价片酬。 监管曾在明星天价片酬的问题上做出过很多调控政策,2016年广电总局要求指导行业协会联合大型影视公司抓紧制定地制天价片酬的行业自律公约。 2017年官方也发布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比例的意见,要求电视剧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 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30%。 但随着影视剧制作成本增加,市场对流量的追求,明星天价片酬问题并不是政策调控能够解决的。 如《如一传》中主演《中逊》或《建华》的片酬达到5350万5071万,仅两位主演的片酬成本就超过了1亿,但这份花销值当吗? 起码对市场而言是直当的凭借主演的流量价值与市场号召立《如一传》微博相关阅读数达到10.6亿,讨论数超过108万,由粉丝建立微博账号专门倒数《如一传》开播添数。 而这部剧的版权价格,网络版权单集售价900万,电视台版权单集600万,按其88集的聚集数计算,整部剧的版权收入超过13亿。 所以调控的落地需要时间,官方做出指导,市场自身也需要调控,这其中互联网平台给出了回应。 今年4月,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三大视频网站联合对外发布了,关于规范影视秩序及进化行业风气的倡议,三家枪口一致对外,集体额制影视行业中明星天价片酬,劣迹演员,明星效应过分夸大等乱象。 这份倡议书无疑表明了优爱腾三家对广电政策旗帜鲜明的支持。 曝光阴阳合同,遏制明星天价片酬,打破娱乐行业的金钱游戏,这或许是影视行业进程中必然发生业终将被解决的问题。 崔永元成了被历史选中的人,拥有了歧视的姿态,而历史的前进是必然的。